台湾有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名声响亮 但只有少数人知道它们来自台湾 其实在各国都是发光发热的 还有许多令外国人惊喜的隐藏版优点 或许尚未广为人知 让我们一同探索这些被忽略的台湾特色 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 分享了一个关于台湾的隐藏优点 一个绝大多数台湾人都可能不知道的事实 他提到在很多高级精品袋子和盒子上都会使用缎袋 而这些缎袋实际上是台湾制造的 起初他自己也难以置信 直到他的朋友告诉他这个真相 他还特地上网查证才确认属实 原来这是与一家小小的台湾缎袋公司 他们积极与高级精品公司合作 向他们推荐台湾制造的缎袋品质卓越 且能确保稳定供货 他们还寄送样品给这些精品公司 结果得到了肯定的回应 这些精品公司开始与这家台湾缎袋公司合作 而今天几乎全球的高级精品产品 都使用台湾制造的缎袋 此外他提到台湾甚至拥有一个缎袋博物馆 位于彰化 这显示了台湾在缎袋制造领域的卓越成就 台湾企业不仅在技术和品质方面表现出色 还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强大的声誉和影响力 二 冬天绿油油 在波兰 秋天快要结束进入冬天 甚至春天的时候景色通常都呈现出黑黑的灰灰的调子 如果幸运的话会有雪覆盖让一切变得一片白色 然而近年来雪的降落频率减少 让人难以经历到这种美丽的风景 这令人感到心情沮丧 然而在台湾四季都能欣赏到郁郁葱葱的绿树 这种景象令人心情愉悦 一位来自波兰的朋友第一次来到台湾 那时正值冬天 他原以为会看到与波兰相似的景色 然而却被台湾的绿意所震撼 他感到惊讶 因为波兰在这个季节几乎看不到绿色的东西 只有黑色的土地 森林 或者如果下雪的话会有一些白色的景色 但整体氛围却和台湾大象径庭 对他来说 台湾最迷人之处就是 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绿树和丰盛的绿色植被 这种景色不仅让他心情愉悦 还令他深深喜爱这个美丽的岛屿国家 台湾的自然景观确实 给人带来无尽的惊喜和愉悦 不论季节如何 总能散发出生机和美丽 三 环保意识 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分享了他在台湾生活的经验 特别是在环保意识方面的转变 他说因为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 他的环保意识变得更加强烈 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他会到香港后的行为举止 例如他会习惯清洗便当盒 他提到了台湾人在处理便当盒的习惯 会将便当盒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再回收 这种行为让他深受感染 成为自己的习惯 在香港 尽管有回收分类的口号 但实际上他们很少有人真的在进行垃圾分类 通常都会全部丢在一起 然而 在台湾 垃圾分类非常严格 包括处于一般垃圾和可回收物品 这种垃圾分类文化深深影响了他 让他觉得这是一种爱护地球的模式 此外 他也提到自己习惯携带环保吸管 使用铝支吸管 并避免使用饮料塑胶带 这些环保习惯在台湾变得如此普遍 以至于他也不自觉地将它们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中 并将它们带回香港 台湾的环保文化不仅影响了他的生活习惯 还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让他对保护环境更加关注 四 隐藏秘境 有一位来自泰国的朋友 分享了台湾以各觉大多数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的秘境 那就是位于基隆的和平岛上的阿拉宝湾 虽然很多人熟悉和平岛 但阿拉宝湾是一个隐藏在岛屿内部的秘境 并且是一个期间限定的景点 仅于每年的五月至十月开放 这个秘境被国外媒体誉为全球最美的日出点 进入这个地方需要预约 并且会有专人引导游客 这种限制确保了游客的数量 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宁静和美丽的景色 阿拉宝湾的风景包括了基隆雨的壮观美景 有些人会觉得他想归山倒 每个时段都有一个导览团体 并且有专人寄行导览 使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神秘的地方 台湾不仅拥有众多知名景点 还有许多隐藏的宝藏等待着探索 这种限制和预约制的体验 也让游客更能欣赏这个特别的地方 而不会被过多的人潮扰乱 5.素食便当 一位奥地利朋友提到 素食便当店在台湾 可能对当地人来说很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的餐厅在奥地利却是一项罕见的便利 他认为这种素食便当店的存在 在台湾非常方便 因为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吃的食物 而且他们既健康又价格实惠 更重要的是味道美味极了 他说在奥地利没有这种餐厅 而台湾提供自助餐室的健康素食 他说对于奥地利的外国人来说 是一个可贵的选择 这位奥地利朋友深深感受到 台湾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和方便性 并对台湾的美食印象深刻 6.茶香高粱酒 一位来自韩国的朋友 分享了他对台湾高粱酒的喜爱和赞誉 一开始他对高粱酒的概念是相当烈的 甚至担心会喝起来不舒服 然而当他尝试了茶香味的台湾高粱酒后 他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并且成了台湾高粱酒的忠实爱好者 他特别提到这款28度的台中产地高粱酒 相对于金门等高粱酒的高度而言 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这款高粱酒的顺口和不同种茶香的风味 深受他的喜爱 他说通常喜欢喝烈酒的朋友 疑似这款酒后都赞不绝口 因此每次回国他都会带着这款酒 作为伴手礼送给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们也对台湾高粱酒赞誉有加 并在韩国传播开来 成为一个受欢迎的酒类选择 台湾高粱酒在国际间的声誉和吸引力 以及它在不同风味和度数上的多样性 让更多人能够享受 一位来自荷兰的朋友分享了他对台湾的观感 认为整个台湾就像一个隐藏版宝藏 因为台湾确实是一个极富吸引力 但显为人知的旅游目的地 他提到有一些荷兰朋友选择来台湾旅游 原因是因为台湾相对较少受到西方游客的关注 这让他们有机会真正体验当地的文化和风情 他的荷兰朋友们喜欢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除了美食和友善的人之外 他们喜欢这里没有过多的西方游客 这样的环境上 他们感到更像是真正的旅行 而不仅仅是到了一个充斥着外国游客的地方 这也让他反思 他希望更多人了解台湾 但又担心台湾可能会像其他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一样 变得过于商业化和拥挤 台湾的美丽和独特性吸引了许多探索者 同时也引起了可持续旅游的关注 以确保台湾保持魅力和原始特色